我们结婚十多年了 每天都吵吵闹闹 太痛苦了 夫妻俩人之间的一点信都没有 天天的就是猜忌 攻心斗角 他曾经跟我闹过离婚 后来又哄又骗的复婚了 他太不负责任了 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发展到最后呢 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奈 我不知道继续跟他生活下去 还是跟他离婚 现在他每天都和我闹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孙三十七岁来自黑龙江 女嘉宾小范三十一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要来干嘛呢 我不想跟他过了 想跟他离婚 结婚多少年 十二年 有孩子吗 有 有一个女儿十几岁了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二婚 我一点都没介意 但是到后来他特别不负责任 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所以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没有说是大的矛盾 他总是说是猜忌我 对于我现在是越来越不会没有信任中 那你吃饭的时候 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呀 吃饭玩 每次回来那么晚 我吧 我接触的一些朋友呢 都是说是去谈一些正事 不像他想的说 KPV啊 舞厅啊 歌厅啊 那些场合 每次女生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带着我 为什么别人可以带家属 你就不可以带家属呢 带家属 因为我是主办房 因为我去招待我的朋友 我再带一帮家属去 这样的不好 我问问吧 好不好 您第一段婚姻 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走到底 非常短暂 因为我的应该现在的 来说应该是前妻吧 因为他是我们结婚 一个月就离婚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需要 给他父母一个交代 需要一直婚书 那你们那会儿 谈过恋爱吗 跟他 属于散婚那种吧 散婚散离是吧 对对对 后来就跟他认识了 你们就结合在一起了 是吗 对对对 资料上面说 两位都是自由职业 对吧 对对对 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食品地区代理的 食品地区代理的 就是有一些生意上的应酬 对对对 我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对可以 你现在刚才说 他 你有点怀疑他 对吧 因为初期各种场合 他不带你 是不是 是 你一般都组织什么样的活动吗 我一般组织都是说是 开一些招商会 小型的招商会 因为我是做的地区代理 接触的一些的客户呢 都是女性居多 所以说呢 他就是对我有一些猜信 现在为了挣钱 为了生计 一旦说是达到他们的满意 维护 是经常陪他们喝酒吗 还是什么 喝酒我倒不怎么喝 一般我们都去一些茶庄呢 喝茶谈一些正事 就是喝茶 对对对 但是他就介意你喝 带别人喝茶 不带他 他直接我什么呢 介意我和异性接触 做生意一定牵扯到个投资问题 对吧 你们在你们投过资吗 投资上有分歧吗 有 他跟别人一起养猪的时候 赔钱了 赔也挺多的 那我们投资的话 大家伙都是奔挣钱为目的而去的 但是事实在发展呢 不是说客人能去啥 能去那个给控制的 听什么要跟朋友合伙 哥们你就得带着 到最后呢 是不是赔钱了 赔了多少 赔了挺多的 好几十万 几十万块钱 你说自己干挣钱是什么意思 非要带给哥们 因为当初我自己养猪的时候 特别好 特别挣钱 完了他朋友看我干得挺好的 那天就给他带走了 在外头不知道俩人说什么了 在外头一天把合同签了 回来就因为这事 我跟他干了一星期 后期运营们要去了 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听 因为他们没干过 没有经验 这种投资是失败了一次 还是多次失败呢 除了这个吧 再就是因为我家房子的事 因为属于我老婆家房子的事 你老婆婆家的房子 那不是他家的房子吗 在层子这么浪鼓子 就不值要提提了 为什么不能说呀 说一下说一下 我们听听听听 你那时候多不负责任 跟我把混都离了 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 那还真得说说这事 还复杂了呢 这个事情吧 就是我们有一个老房子 开发商需要东西 我想借这机会 跟开发商去谈 我跟他谈 说这房子我自己盖 自己盖会正值 但是呢自己得投资一部分 得投资个五十万左右吧 我就跟我爱人去商量 我说咱们呢自己掏的钱 投资 投资盖完这房子 他会正值 也确实 因为现在 照现在的市值家来说呢 应该说是能翻到两到三番吧 你怎么不说主要的呢 就因为写房子名字呀 事情是不是得一步一步说啊 咱不能说 你都说些无关紧要的 我大小情都包容你 所有事情呢 我能扛的我不会让你去知道 不会去告诉你 那你作为父母人 都希望自己儿子跟儿媳妇 都好好过去 哪有想着他们都离婚啊 我也能说 我自己能挡住的 我挡住 不不 这事怎么了 咱们说事啊 不吵 就因为他互相 我们俩互相现在 心度越来越少 然后呢他不信任我 我父母呢就看出 他俩看出我俩能不能过长 因为下面还有孩子 说这以后要是 期待少妈的 他们的顾虑非常大 因为这个房产呢 是写到父母的名 父母的名呢 说的 我说的 又说是我盖的房子吧 跟开发商呢 觉得有个协议 这房产呢 必须是我的名 后来呢 后来呢 父母说的 他父母非逼我跟他离婚 怕我分房产 怕我父母呢 考虑说 你们总这么样的 吵 如果哪天 把房子给你们 你们哪天再过不下去 后想呢 孙女 到你们姑娘的时候呢 孙女的时候呢 连个完完整整的家都没有 就为这离婚了 我说 我说的 咱们 咱们俩呢 我跟他商量 不是说因为这个事离婚 我跟他商量说啥的 我说咱只要是 把房子盖起来 离婚就离婚 咱俩 又不是正题 反正都是妈 跟他各是对的 他这个想法不行 你不是后来离没离吧 离了 离了是离了 房子盖了吗 盖了 离完之后呢 父母就反悔了 反悔了之后呢 完了我就劝着他 现在不让写我们名字 全也拿出来了 我们俩就复婚了 啊